最近美軍的權威報告 也對於中國大陸的導彈來進行分析 他們揭露了是新型的東風導彈 所謂的東風-11導彈說是部署最廣泛的 那它原本出谷射程只有大概300公里 但是現在已經擴大到超過700公里了 我們可以看到它可以快速的發射裝填 以及可以裝常規彈頭以及核彈頭等等 那另外一項則是東風-15-16 射程約莫是在600到1000公里 它有反導反制的手段可以克服電磁的干擾 其實射程滿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像中國大陸的東部戰區陸軍基地 它距離台灣最近250公里 所以如果一旦東風-11東風-15-16 發射出去的時候 台灣就會在這個射程的範圍之內 這也或許是蔡總統之前被報導說 有下令說要增加2000億的新台幣 來增產我們的飛彈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必須要隨時面對敵人的威脅 但是外界也認為說 其實中國大陸的東風系列 確實是世上唯一覆蓋各射程的陸基導彈 他也被說是解放軍的殺手劍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的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